给奶奶打了个电话 我说奶奶 我说奶奶 我拿冠金头给你看我金牌 我奶奶说 我看看是纯金的吗 纯金回来给我打布桌子 视频中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的 是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 87公斤以上级金牌得主李文问 性格开朗幽默的她 被网友们称作大宝贝 8月12号 中心社记者通过视频连线专访李文问 她表示虽然目前还在隔离 但已经开始调整状态 备战全运会 现在因为可以训练了 国家有给我们很好的政策 给我们一些特定地点可以训练 所以说现在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吧 远点一线吧 就是训练房间就这个样子 现在还是考虑接下来的比赛 因为确实说这个奥运会 算是一个最大规模的赛程 晚上之后人的就是心里 或者是说都会有很大的疲惫 然后但是现在要马上要把这些疲惫 转换到下一个比赛 因为全运会也是一个算是说 是国内的一个最大比赛 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赶紧转换过来 东京奥运会期间 李文问一直睡在地上 引来网友的关心与好奇 李文问解释道 大体重睡在地上更能缓解腰部疲劳 奥运前就做好决定睡地上 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体重的腰都不太好 然后就不能睡软床 你睡软床 你上身是压着在 压下去像腿是翘起来的 但是你上身压下去 腰是一直受力的 你只要睡一个晚上的话 你的腰会得不到恢复 而且反倒它的疲劳更加重 所以说赛前我就有跟队里说 我说我去直接睡地上 然后队里面 你们队里面也及时 给我加了两床被子 两床褥子什么的 所以说其实睡地上 反倒是更好 所以大家也在问我 睡地上会怎么样 我想说其实睡地上 那不更好 我们还拿过金 谈到此次夺得奥运金牌的意义 李文文表示 拿到金牌 完成了爷爷对他的期许 因为我爷爷去年的9月份过世了 但是我爷爷 就是精神很大的样 我就想看我拿 奥运冠军 其实如果这个奥运会 如果不延期期 其实我爷爷 去年是可以看到 我拿到这个冠军的 去年疫情 就是奥运刚延期 然后之后突然间 我爷爷就查出了晚期 病就是晚期 就是没有可治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说 开始就 也算是快速成长吧 当我拿到奥运冠军之后 还是想着就是说 对我意义来说 就终于完成了爷爷爷一个心愿吧 对于未来的计划 李文文表示 希望能挑战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员卡什利娜 193公斤的停举成绩 因为我这个级别 我们看卡什利娜 我们前辈卡什利娜 她曾经举我193 我还是挺想说 把她193超过了 所以现在是这样下的 先别想那么多 先把全运会拿下好吧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